搬家的時候十一輛貨車 我真的沒有誇張 沒有什麼任何的節目效果 因為他就是叫我 譬如說兩輛小貨車好了 他會來回幫忙這樣運 然後這樣算完之後 總共是十一輛車次 你東西可以買這麼多 後來就發現說 好像這樣子也不太對 因為往常都是租房子 那舅媽說你的錢 你每一個月你繳的房租 不管你今天是一萬 兩萬 還是三萬 那個都出去了 但是你只要是自己的房貸 你一萬 兩萬 三萬 都是你每個月存下來的錢 但我以前真的聽不懂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誤信這麼差 然後長大之後真的才懂 然後我買的第一間 老實說我真的覺得很棒 是因為我買在南港 然後那個時候捷運還沒有通 價位買得很好 對 然後那時候就有說 他們說你這附近未來是什麼 三鐵共購 我還說 你聽不懂是什麼意思 他六十坪他開到兩千二 對 一開始 但那時候我們還沒有要買房 我只是對他有一點印象 然後到我們在這個租的房子 租了第二年 房東確定跟我們說 他再來要賣了 那我們就開始在看房子 然後又回頭 然後再來看到這一間 一六五零 這樣這麼多 對 因為這個就是疫情前 台積電要來 然後一卡到疫情的時候 那兩年房價就有一點 對 有點在往下掉 大家就 修滿大的耶 對 就回到冷靜值 我就剛剛好在抓這個點 然後房東其實他那時候有 就是有想賣嘛 那我也看他這一間房子 好多人PO 太多了 整個網路上 對 那我就 我有聞到味道 知道很有想賣 然後再加上 我又問那個仲介 對 我就問 我就請教他 我說他們為什麼想賣 然後什麼狀況 那他有告訴我 他們家的人口 之前人家說天龍國人 我都不知道什麼意思 因為我從小到臺北生 臺北長大 所以我基本上 那個新北市的路面 我一概不認識 你知道嗎 根本不會去 然後像我爸爸跟我媽媽 就老觀念嘛 他們覺得 我這樣講會不會得罪 所以我會不會 下面留言 已經一排了 然後我爸以前就說 什麼三重爐州 那個就是工業區啊 什麼 那個地都不值錢啦 這樣子 因為我老觀念 就覺得地段 就是要買在市中心 所以因為我的環境的關係 從小到大工作 環境 讀書 真的都在臺北 我一概不知道外面是什麼世界 如果我記得 我前一陣子有個朋友結婚 然後發起帖給我 跟我吃個飯 然後我就說 那你之後你們住哪 他就說我老公 那個在新莊買了新房 你知道我心裡想說 好可憐喔 我想說怎麼會住到新莊 因為我的印象裡 就是又老又舊